文复华轩 唐高宗理智去世后 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面首薛怀毅 走进了已经六十岁的午后寂寞的寝殿 他是武则天的第一个面首 后来由于得宠 被封为正三品做威伟大将军 梁国公 薛怀毅其实不叫薛怀毅 叫冯小宝 小宝最初是干嘛的呢 他是在洛阳街头打拳卖高药的 当时的洛阳繁华无尽 红尘万丈 昏季街头的冯小宝只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游民 他只能在某个角落撂一个摊子 凭借强壮的身躯比划两下伸手 用洪亮的嗓门招呼一下生意 有好心人扔几个小钱 有一大门一搭的卖他的狗皮糕样 挣几个铜钱糊口度日 就是这样一个蝼蚁般卑贱的小混混 有朝一日 竟然会变成朝野上下 最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人的命运真是诡诀多变 不可预测啊 最先会演十千里马的伯乐 是谁呢 是千金公主府上的一个侍女 某一天 该侍女从热闹的坊间经过冯小宝的摊位时 这个独具会演的侍女一眼就瞥见了小宝那裸露在 阳光下的有黑强健的肌肉 这一天不要紧 让这个侍女芳心荡漾起来 看来这个侍女是一个情欲异常强烈 而且是敢作敢为的人 于是她慢慢搭讪小宝 一来二去就熟了 小宝遇上这么一位主动送上门来的两女子 当然心里窃喜不已 很快侍女就巧妙地偷偷把小宝带进公主府邸 此后 每日只要有空 两人就云语一番 男花女爱无尽欢唱 但是只礼拨不住火 终于有一天 年一七旬的千金公主带着冲天的怒气一脚灯开了 是女的房门 列位注意 千金公主已经是七十多的老太太了 尽管眼前的一幕惊心动魄 可千金公主的目光还是被小宝赤裸的身躯牢牢吸引了 于是忽满枪怒火瞬间化为乌有 取而代之的是某种百爪挠心的强烈欲望 看来这个七十多的老太太也是人老心不老啊 于是这场桌尖行动就有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结局 千金公主果断没收了侍女的晚伴 之所以没收 是对侍女不守护到洪信出墙的惩罚 嘿 这叫什么理论 后来的日子 小宝因祸得福 从侍女打工仔的小床 转战到了公主的井 新秀床 并且小宝大展雄风 越展越勇 公主如获至宝 本欲从此密不适人 独自享用 可转念意想 五太后的权威日胜一日 可是她现在夜夜独守工坊 不如将小宝慷慨转色 以此博取五太后这个大权在握之人的欢心 于是 千金公主悄悄把冯小宝带进了太初宫 并直接领进了太后的寝殿 五后当即大喜 就像干涸的枯渠 迎来了甘泉 六十岁的五后急切地品尝了一番 几日的床子之欢 五后心花怒放 重重地赏了千金公主 冯小宝正是留在五后身边 至此 洛阳街头漫一为生的冯小宝 摇身一变就成了太后的枕边心欢 当然 突如其来的巨大荣种一开始 还是把冯小宝撞击得头晕目下 无所适从 不过他很快就适应了角色 毕竟前面的两不愿意 已经中了他的胆子 锻炼了他的床上绝技 同时也告诉他一个人间智力 男人胯下有黄金 自从生命中有了妙不可言的小宝 五后便如枯木逢春 老树开花 时暮之年却绽放出了少妇般的光彩 脸色红润了 皮肤也细腻了 每天的心情更是舒畅无比 如此偷偷摸摸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五后决定对小宝进行包装 以便长期的名正言顺的留在身边 每天方便和他见面 五后让小宝出家为僧 取名怀意 并让他当上了千古名刹百码寺的住持 小宝从此自由出入宫境 美其名曰在宫内到场 送经命了 此外 借于小宝出身卑微 五后为了让他有个高贵的出身 就让他认太平公主的丈夫 薛尚为足叔 改姓为薛 从此 穷三卑贱的冯小宝 就变成了当朝第一大红人薛淮 在白巴斯他私自替度了一帮小流氓当和尚 每天骑着高头大马 前呼后拥着在洛阳城里耀武扬威 无论官名 见了他都要绕道走 躲避不及就被当街暴打 满朝文武和名流政要 见到薛淮毅都要尊称薛师 并且仆府里外 就连当红外戚五成四和五三司兄弟 也要对他直同仆利 为其牵马支配 集结恶于谄媚之能事 薛淮毅的横行霸道 又才预示冯思绪实在看不过眼 多次将薛淮毅的手下代步法办 薛淮毅对之恨之入骨 就找了个机会把冯思绪堵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令手下大打出手 直到把冯思绪打得炎炎一息 才扬长耳趣 但是 也不见得所有人都治不了这个骄横跋扈的面上 那天薛淮毅带着 娄弱大摇大摆的进宫 刚好在宫门口碰见宰相苏良次 薛淮毅焦横惯了 也没把宰相苏良次放在眼里 于是两对人马互不相让 就在宫门口僵持着 苏良次勃然大怒 心想着该死的男宠就是欠抽 随即命手下把薛淮毅抓过来 当朝亲手劈劈啪啪啪给了他几十个耳光 薛淮毅的小喽啰们一见宰相发威 都不敢轻举妄动 眼睁睁看着他们的老大被抽 薛淮毅自从入宫以来 何曾受过此等羞辱 他又急又恼 当即捂着脸颊跑到午后面前哭诉 口口声声要叹后为他做主 午后扶了扶薛淮毅的脸颊 然后淡淡的说了一句 怀毅 你也不要太张扬了 以后进出都走北门吧 南门是百官和宰相出入的地方 你何苦去招惹他们 薛淮毅一脸恶然的看着午后 愣愣的回不过未来 啊 难道我白白挨打了 不过这几十个耳光也不算白挨 因为薛淮毅过后 就隐隐约约的意识到 自己终究只是太后的丸而已 要想永保荣华富贵 要想在天下人面前抬起头来 就不能只是在太后的床上操练 而要实实在在的干几件大事 让天下人瞧瞧 这就叫环境改变人 薛淮毅还是有点小聪明 正是苏良寺的几十个耳光打醒了这个浅薄无知的男丑 所以薛淮毅很下心来 要在未来的日子里轰轰烈烈的干了几件大事 接下来 薛淮毅不仅建造了大洲帝国最神圣 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两大建筑 万象神功和供奉俱佛的天堂 而且还一手打造了武洲王朝的佛教圣经大云经书 在他看来 就凭这几项前五古人的丰功伟业 他就足以名垂青史 刘芳百世了 永昌元年 也就是午后称帝的前一年 东突举的古都陆克汗 动兵入侵 薛淮毅又以左卫位大将军的身份 出任新平道行军大总管 率军二十万北上抗击突厥 也是他运气好 一路上没遇到突厥主力 只碰上了一些散兵游泳 薛淮毅不费吹灰之力 就荡平了东突厥的小谷部队 而后一路尽至禅于台 在那里乐时寄功 随后班师凯旋 得胜还朝时 薛淮毅别提有多风光了 午后不再笑容满面的为他接风洗尘 设宴庆功 而且加封他为辅国大将军 驻国 刺伯二千段 先寿元年 一级武后正式登基那年 又进封套为大将军 刺绝国公 可谓荣宠备治 严在元年 东突觉得古舵陆克汗病死 其弟没出自立为克汗 再度纵兵入寇 薛淮毅又受命出任术方岛行军大总管 所有这一切 不顾让薛淮毅的自信心极度爆棚 可就在大军出征前夕 前方忽然传回战棒 说突厥军队已经撤回陌南了 北征就此取消 但是薛淮毅却颇有一种不战而胜的自豪 因为在他看来 突厥人肯定是涉于他的威名 所以没等他出征就吓得屁滚尿流 逃之夭夭了 见明堂 造佛金 征突厥 这其中哪一样不是绝功至伟 可圈可点的呢 哪一样不足以成为薛淮毅屁逆天下 傲视群伦的资本呢 薛淮毅自认为已经成功实现了职业转型 所以对于面首这份工作自然就不怎么放在眼里了 他大多数时候都待在白马寺里 不再像从前那样动不动就往宫里跑 更不会像杨兰成天在街上横冲直撞 打架斗殴了 越来越像个大官了 官架子端起来了 人只要是当了官 有了自信心 都会变 薛淮毅也变了 有时武皇派人来请他进宫 他也是爱理不理 碰上心情好的时候就去对付一下 心情不好的话当即一口回绝 太牛了 眼看薛淮毅不断自我膨胀 架子越板越大 武赵终于愤怒了 莫非天下就你一个男人不成 老娘现在已经贵为天子 正打算广招后宫家里呢 你不来拉倒 老娘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随后就有另一个男人迅速补上了薛淮 逆流下的空缺 他就是御医 沈南求 正所谓进水楼台先得月 这个玉树林峰的年轻人 利用韦武皇调理身体的机会 吊着桥子就调到床上去了 而年近七许的舞照 在这位御医的悉心调理之下 身体果然变化很大 皮肤像以前那样细腻红润了 浑身有劲了 据说在天寿三年秋天 他居然耻落更生 重新长出了一口洁白如玉的心芽 武照特意为子清玉则天门 大赦天下 改元长寿 天下第一面手开始失势了 原来一直看着薛淮毅不顺眼的朝臣们 嗅觉很灵敏 马上行动起来 经历了几件事之后 薛淮毅终于清醒了 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武皇的宠爱 为了挽回昔日的荣宠 薛淮毅决定在郑盛元年正月十五这天 也就是元宵佳节的晚上 好好地为武皇操办一场别出心裁的庆典活动 借此表明他对武皇的钟情 薛淮毅说干就干 立刻挽起袖子 带上一帮人进宫 在明堂前的空地上挖了一个武藏深的大坑 埋入一尊大型佛像 然后又在大坑上方 用彩端打起了一座岔子烟红 美轮美奂的宫殿 元宵晚上 当武皇在文物百官的陪同下历临庆典现场时 薛淮毅一声令下 早已做好准备的壮汉们一起拉动裹着彩断的粗声 于是坑中的大坑冉冉升起 一直升至上方的宫殿中 场面既神奇又壮观 薛淮毅当即高声宣布 说这是佛像自立涌出的祥瑞 原以为如此奇观 一定可以博得武皇的欢欣和赞赏 可让薛淮毅大失所望的是 武皇只是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 扭头走了 薛淮毅挖空心思 才想出这个创意 并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他付诸史诗 没想到居然换过来武皇的一句脸 离合一丝笑容 薛淮毅整整沮丧了一个晚上 接下来 薛淮毅又别出心裁地干了几件云和武皇的事 结果是武则天都表示不感兴趣 最多淡淡地扫一眼 突然一天 薛淮毅接到武皇之邀 心情异常激动 幻想着美好的开始 这一天清晨 天空干净站来 阳光稍微有点刺眼 薛淮毅策马奔驰在通往摇光点的场地上 四周一片波光烈焰 柳绿花红 时隔多年之后就地重游 薛淮毅不禁感慨万千 他相信武皇之所以在此与他约会 显然是要旧梦重温 但去前缘了 薛淮毅很快就通过长堤 向大殿拾去 忽然 前面一棵大绒树下慢慢转出一个人来 站在那眯着眼看他 薛淮毅放慢了速度 又走进十几步 才看清那个人 这不是剑昌王武幽宁吗 这小子一大早站在这干什么 薛淮毅满腹狐疑 武皇如果要和自己优惠 怎么可能让这小子在场了 在环顾四周 发现有点不对 忽然间 薛淮毅仿佛明白了什么 赶紧掉转马头 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武幽宁轻轻地挥了挥手 四周的树从后迅速窜出一群手持棍棒的黑衣大汗 薛淮毅刚刚赤马跑出几步 就被一棍打落马下 然后十几根棍棒就劈头盖脸地落了下来 薛淮毅遮挡了几下 也哀好了几声 可在雨点满密集的棍棒打击之下 所有的动作和声音很快就都止息了 他双目圆睁 蹊跷流血 此状极其可怖 武幽宁随后把尸体秘密运到了白马寺 并且遵照武皇的命令将其焚毁 然后把骨灰搅拌在泥土中 用这些泥土建起了一座佛塔 最后 朝廷又将薛淮毅手下的一干侍者和僧徒全部流放边地 彻底肃清了他在白马寺的势力 薛淮毅就这么死 曾经炙手可热的一再难宠就这样人间蒸发 连舞灰都没有留下 从冯小宝入功德式 到薛淮毅被焚尸灭迹 相隔恰好十年